歌手张振岳出席公益活动 为视障儿童所开的摄影展站台 一向热衷于做善事的张振岳 从来都是本着为善不为人知的心态 当日看到现场来了大批记者 还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他透露暑期会带孩子们到海边冲浪 并呼吁大家一起为这些孩子多尽一分心理 这种事情其实为善就不要让人家知道 那今天看这个展示还蛮感动的 虽然只有我旁边两位到 可是接下来七月底的时候 就一起去冲浪 那这些小朋友都一起来玩 那很期待 刚结束完巡回演唱会的他 新专辑也即将发行 但张振岳就提前预警 放话这张专辑自我意识很强 不喜欢他的人就不用买了 我这次的风格跟以往不太一样 而且讲的东西 我以为啦 就没有什么人想要知道 只有一些单曲出来 发现很多人还蛮想知道的 因为他跟一般的流行唱片不太一样 对啊 那我觉得是我有做到我应该做的 对 就是让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跟我们这种所谓的这种一般人的心声 可以这样传达出去 七月五号会发行 对 所以不喜欢我的人不用买没关系 不改的豪放个性 面对弱势群体时 却又能细心以待 真男人也 娱乐新世界编辑报道